滾滾岩漿涌出 伴隨轟隆隆的第一名 令人感到震撼 居民开心和火山岩漿自拍 入夜山顶开始有民众聚集 外媒报导夏威夷当地时间五日 吉拉维亚火山再度进行喷发 位于夏威夷东南部 吉拉维亚是夏威夷最小火山 却是全球最活药火山之一 时常喷发的吉拉维亚 偶尔仍会传出灾情 但夏威夷居民学着和它和平共处 上次喷发在2021年9月 一年持续了16个月 到去年12月才停下来 没想到休息不到一个月 马上又出现喷发活动 官方称因为火山和人口活动区域 距离够远 目前预计喷发 应该也只会在局部范围发生 因此并没有立即危险 专家表示 吉拉维亚火山 大多属于宁静式喷发 相对破坏力稍减 但仍小心熔岩流向 火山喷出的气体 也可能造成呼吸道疾病 面对大自然的难以预料 仍该谨慎应对 但这样的奇景 不管发生多少次 每每人令人坦为观止 3D新闻 林银罕报导 105远 特别在我刘 震量